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怎麼有這個? 嗨 我是爸爸 我是喵喵 恭喜大家上禮拜考完學測 你以為結束了嗎? 還有直考呢 這個月的7日新品主要就是太和店 然後我們已經開箱過了 所以這個月我們就吃全家的新品 看有這麼多 從1月初累積到現在的 那1月的壽星呢 因為快要接近過年的時間了 所以今天的生日快樂歌 我們要融合一點新年的元素 祝你生日快樂 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今朝 俘如東海 壽比南山 好 那我們先吃誰? 我們先吃鹹的吧 全家的新品 鹹的部分很厲害 它走過年的路線 從小的開始 新狗吃這個 懷石蒲燒賣魚飯糰 快熱騰騰喔 其實我不太敢吃鰻魚 你知道鰻魚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生物之一嗎?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能力可以繁殖它 它媽媽會在台灣的海邊生下那個小幼鳥 然後它會游好幾千公里 然後到海溝然後再游回來 它的人生那麼累 為什麼要這樣?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改行知識型頻道了 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阿 好啦 啾啾鞋你可以拍這集好不好 我想看 這個不說我還以為是Seven賣的耶 我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全家的玉飯糰好難吃喔 那個鰻魚 無話可說 它的醬汁也調配得很像日式的鰻魚燒的醬汁 沒什麼缺點結果 你吃吃看 嗯 很配飯喔 喔 它烤得好入味喔 它裡面就只有一片魚而已 可是是魚飯糰來說這樣已經還可以的啦 39塊 今天的評審給球力當好了 懷石蒲燒鰻魚飯糰 哇 要嘛 叫你啊 好 第二個 大雞腿 櫻花香木桶油飯 99塊 這個就是吃喜酒 最後要把你塞爆的那一個菜啊 直接做成一個便當耶 好厲害喔 99塊耶 感覺應該要很好吃喔 這個包裝也太有質感了吧 這個粉就是西斌麗盒啊 很大一隻雞腿 比我拳頭還大喔 我討厭蝦米 對 喜歡蝦米 吃油飯會加成辣醬 怎麼樣 對 它的飯很Q耶 跟現煮的一樣 如果要坐在那個便當店的椅子上面 要不要吃雞腿 會很狼狽 就拿一塊 你怎麼一直堵它一直堵它 然後都一樣 整個嘴巴都油膩膩的 它這個油飯沒什麼缺點 而且 就為什麼全世界的油飯都一樣的味道 可能跟它的食譜都一樣 它塗了蝦米以外沒有任何料 可以拿一點香菇什麼的啊 雞肉的水分有一點被 微波爐帶走了 不是很爽 微波爐的口感變成 煙燻雞肉的感覺 是很入味 但就是假假的 塑膠感 我真的不會買這個來吃 哇 這我們最後一個閒食吧 連佛跳牆都來了啊各位 89塊 過年一個人 然後埋著剛剛那個油飯 沸著佛跳牆 還是得安慰一下自己孤單的心靈 然後還要配娃娃的影片 好多菜喔 好香喔 看完整的芋頭 這個不知道什麼 它這碗湯汁有吸收芋頭的精華 芋頭有點融化在湯裡面 然後湯底是偏甜的 跟我們那個年菜業配吃的不太一樣 我覺得每一間佛跳牆吃起來的味道都差很多耶 他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標準的食譜 跟油飯一樣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吃佛跳牆 因為我覺得太雜了 沒有重點 我很不喜歡 而且它又把這種炸的東西放進去煮 我覺得很餓 芋頭也是炸過才就變出來 這我真的吃不愛什麼 但應該是排骨酥之類的 好像沒有一個雷的地方耶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好吃的佛跳牆是怎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評分 我遇到了人生的瓶頸的嘛 那我來看看佛跳牆 大家人每天都會吃佛跳牆 勉強啦 我覺得這個湯總少了一味 什麼味 多不出來 但是料是還滿豐富的 我覺得很果辣 一個人的佛跳牆 哇 所以現在閒時結束了 我們要進入到好吃的部分 這個月全家出了三個巧克力的東西 第一個是 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它裡面是巧克力片耶 是硬的啊 你看 超嘴硬的 但是它使用的這款巧克力的味道 有一種化學的味道 母湯喔 那種廉價感 比大菠蘿還難吃耶 喔 出去 新的版巧克力加新吐司 這個是 特濃巧克 特濃巧克力鬆餅 全家的鬆餅好像一直都很厲害對不對 就是算是評價比較高的 它的鬆餅就是跟銅鑼燒一樣 好酸喔 全家的鬆餅皮就是那種很Q彈的嗎 然後你吃很多口也不會覺得說喉嚨很乾很想喝水 它有巧克力醬搭配一點巧克力奶油 沒有到很濃郁 可是它是調配的很滑順 整體還蠻搭的 蠻好入口的 好讚喔這個 我好喜歡這個喔 讚 特濃巧克力鬆餅 這個日式脆皮巧克力菠蘿 上面滿滿的糖粉 很有心意耶這個 但它的皮是很有口感 就有一層奶酥巧克力的感覺 這都是麵包 這皮才好吃是不是 酥酥硬硬的感覺 但我覺得那個糖力有點多餘 然後它搭配這個小巧克力豆層次又更多了一點 還不錯只是有一點甜 心情不差的話可以吃一下 特皮巧克力菠蘿麵包 哇 這次不知道出了什麼怪口味耶 七七美酒杏仁乳家 好像酸掉了巧克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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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乳家 你是不要亂來好了 我覺得 因為你不喜歡喝酒啊 我覺得還可以的 大丁 痛丁 顧如我的巧克力 七七乳家美酒口味 哇 好了飲料的部分 飲料 這陣子IG上面 夯著不要不要的 旺仔小饅頭鮮乳 我覺得這個組合很聰明耶 它就是也不用去研發新的口味 這個行銷很棒啊 怎麼有一股屁味啊 一口鮮乳一口小饅頭 小饅頭加入鮮奶後 攪拌化身小饅頭口味特調鮮乳 一口鮮乳 沒有事情發生啊 我就買鮮乳跟小饅頭啊 第二個 那我們把小饅頭加進去看看 那趁它還沒泡爛的時候吃啊 沒有要泡爛了 小饅頭口味的鮮奶 它說的 它完全融在鮮奶裡面耶 不…不怎樣 因為它小饅頭的塑料很少 就是買一陣包來加 才會有味道啊 小饅頭光泉鮮乳 不知道怎麼給分 八 這個是應該是一月初的新品 每次出這種產品的時候 大家百分之百知道 絕對好喝不到哪裡去 但大家還是會買來喝 台灣人就是這麼的可愛 金貴派是七七乳家的 金貴派 真的是新貴派耶 它現在像是稀釋過一百倍的 新貴派 不知道在幹嘛 他如果不寫它是新貴派 你就寫說它是花生牛奶 沒有想像中的難喝耶 新貴派牛奶 包 這兩個包裝很厲害喔 這包裝那麼厲害 是不是又是頂心的 它是凌鳳雲出的 凌鳳雲就是頂心啊 喔 是喔 港式鮮奶茶應該是鮮奶咖啡 我要先喝這個 對 這也太淡了吧 這好像加了滿多水 然後咖啡味也沒有中啊 就是全冰拿鐵然後融化以後的味道吧 不怎樣 還好 林鳳林新出的鮮奶咖啡 那 最後一個 我很期待 港式鮮奶茶 全家不是有出那個藍芳園嗎 買不到 喬雪可可 我也買不到 它用鷹排煉乳耶 太弱了 太弱了 這個 我覺得比較像古早味紅茶鮮奶 煉乳不夠甜 不夠多 當然不是不好喝啊 如果他不寫港式鮮奶茶 我可能還會考慮 他不是港式鮮奶茶 沒想到這個月全家出了這麼多東西喔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四次影片 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掰掰 掰掰 我們二月再見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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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